大家好,上一课我们一起了解了PHP中的自定义异常类 这一课我们一起来了解PHP中的这个文件操作以及目录函数等 好,下面我们开始 在项目中我们避免不了这个对文件系统的操作,对吧 那么在对文件进行操作时,我们不仅可以对文件中的数据进行操作 我们还可以对文件本身进行操作 例如我们可以复制文件,删除文件,截取文件,以及为文件重命名 那在我PHP中已经提供了这些文件处理方式的标准函数 使用起来也非常容易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文件操作的这个函数库 我们了解一些常用的这个操作函数 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BaseName 它的作用是获取文件名 假如我们给出一个包含有指向一个文件的全路径的字符串 那么这个函数呢,它就会返回基本的文件名 并且我们还可以去掉这个文件的后缀 好,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我这个1.php 好,我们现在有一个pass这样的这个全路径 对吧 root下面的data下面的这个test.dxt 好吧 这是我们包含这个文件名的这个全路径 然后我们输出来这个baseName它的返回值 好,再接着我们把这个第二个参数传成这个txt.txt 好,我们保存一下 我这里输出来这个php的换行户 我们现在执行它 看它出来什么效果 看,第一个出出来这个test.txt 第二个,因为我们传了第二个参数 那它第二个参数对应的这个部分 这个后缀它就会不会去掉 所以就只出出来这个test 好,这就是我们这个baseName函数的这个作用 然后我们再来看 得到这个目录部分的这个函数 就是dir name 这个购号我们加上 baseName是获取这个路径这个字符串的这个文件名 那么这个dir name 它就是得到这个路径的目录部分 给出一个包含有指向一个文件的全路径的字符串 这个函数返回去掉文件名后的目录名 好,我们还是刚才这个例子 现在我们的baseName有输出 然后我们输出我们dir name 那么它应该输出什么 我们执行 看 我们输出了这个路径 对吧 这上面两个是前面的输出 这个是我们刚才dir name这个函数的输出 好 对这个文件路径的操作 除了有一个获取这个文件名 以及这个目录部分的函数 还有一个得到路径关联的这个数组 这个函数叫做passInfo 好 我们看示例 我们把前面这个都给注掉 好吧 因为它是个数组 对吧 那我们为了dump吧 好 我们传递pass 我们看它输出了什么 它应该是一个 包括很多信息的这个数组 看 它返回了dir name baseName 后缀 extension 文件名 fineName 包好了目录部分 文件名 后缀 去掉后缀的这个文件名 这个数组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文件路径相关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个 获取这个文件类型的这么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名字叫做firetype 它可以返回我们这个文件的这个类型 好 我们继续这个事例 好吧 我们现在是这个文件 对吧 我们输出来firetype pass 我们看它输出什么 它告诉我们 这个文件不存在 好 好 我们给它指定到一个存在的文件 我们重新定义这个pass 之后算 我们定义到这个etc目录下面的这个 password 好 我们再执行 看 它是个文件 好 如果 我们把它指定到目录部分 看到返回什么 来 我们再执行 看 它返回DIR 告诉我们这是个目录 对吧 其实 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值 可能是 查 block link 等 这个就看我们自己平常的这个使用了 好吧 然后我们刚才已经有这个passinfo得到了这个文件的这个关联数组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得到给定文件有用的信息数组 好 我们有一个函数叫做fstats 这个函数通过已打开的文件直径 获取文件信息 获取由文件指证handle所打开文件的统计信息 这个函数跟我们的系统函数state 这个函数有点类似 这个函数有点类似 除了它是作用于已打开的文件指径 而不是文件名 那我们看实例 好 我们还是把上面的注释量不要干扰我们的输出 是吧 好 那我现在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指读模式打开 然后fstats等 我们当录一下 执行 看 得到了我们关于文件的一些信息 非常多的信息 大小 时间 快 是吧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文件类型 文件信息 那我们来看一些计算大小的这个函数 这比较常用的fire size 就是返回这个文件大小的字节数 如果出错 那么它就会返回force 并且生成一条walling的级别的这个错误 好 这个我们就不再举例子了 好吧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disk free space 这个函数 它是获取目录所在的磁板分区的可用空间 好 这个我们要举例示范一下 这个可能有些同学用的比较少 但是我们可能在用php做一些兼构系统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使用 disk free space 然后假如是我们这个叫做当下目录吧 不对 我忘了是哪一个 好 然后我们就检测这个盘 然后我把它输出来 好 运行 你看 它的可用空间的这个字节数 它的单位是字节单位 这是一个可用空间 那么它还会有一个disk total space 这个函数就是返回一个目录的磁板总大小 如果需要计算一个目录的大小 我们可以编写一个d关函数来实现 好 我们还有一些经常根据访问时间来判断 这个是不是过期的 这个在我们的实际项目中 在这个缓存用的比较多 对吧 假如我把某个网页生成了一个静态这个文件 然后第二次用途访问的时候 我要判断这个文件是不是 它离现在的时间 它上次的修改时间 离现在的这个时间差多少 如果差时间错 这个差值超过某个法值的时候 我要重新生成这个缓存 好 那么我们涉及到的文件操作函数叫做fire c time 它是最后改变文件的时间 然后我们fire a time 这个是最后访问时间 这个是最后修改时间 这个三个函数非常有用 好 我们说了这么多跟文件相关的函数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最基本的对文件的读写 是吧 好 对文件读写的函数 我们有一个fopen函数 这个函数它接收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它是一个文件名或者是一个URL 第二个参数是打开的模式 我们的这里有一个fire path 以及有这个model 这个model 这个打开模式 它有几种 一个是R是止读模式 R加读写 然后W是写入模式 它会将文件指正指向文件头 并且将文件大小结为0 如果文件不存在 则尝试创建 然后W加 它就是读写的方式打开 然后A写入方式打开 它和这个W的它的区别在哪里 W它会把这个文件大小结为0 文件指针指到文件头 然后我们的A 它是把文件指针指向这个文件的末尾 如果文件不存在 它同样会创建 A加就是读写方式打开 在后面追加文件 然后X它是以创建并且写入方式打开 将文件指定指向文件头 如果文件已经存在 那么我们的Fopen就会返回失败 就返回一个Force X加它是创建并且读写方式打开 如果文件存在 同样它会返回这个Force 这个Fopen 好 我们常用的操作 我们这里刚才已经有个例子 在我们这个函数的时候 你看 我要打开这个文件对应的路径 这个文件对吧 然后以指针模式打开 这就是我们这个Fopen函数 还有我们这个File函数 这个File函数 它会把整个文件读入一个书组中 它跟我们的这个File GetContents 就直接获取对应的文件路径的所有文件内容 有点类似 只是这个File 它是返回一个 将这个文件作为一个数字返回 数字中的每个单元 都是文件中相应的一行 包括换行物在内 如果失败 这个File函数 它会返回这个Force 好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读文件 经常用的函数 这是FileGet 这个函数 它从文件指定中读取一行 从这个指定 指上的文件中 读取一行 并且返回长度最多为 Lens-1的这个字节的字符串 碰到换行胡 或者是结束标签 它就会停止 如果没有指定这个读写的长度 默认就是读1K 或者是说 也就是说 它读1024个字节 好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看一个读文件的这个示例 我们重新来一个 好 我们现在有个1.php 对吧 我们写一个2.php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做一个事情 我们就刚才那个示例 对吧 好 然后我们定一看的fopen 我们打开当前目录下面的1.php 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以止读方式打开 是吧 然后呢 我们打开成功的话 它就会 这是一个文件指针 对吧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万页循环 如果没有结尾 这个只是没有结尾的话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buffer 等于我通过我们的fget函数 在这个hand里面 我们取4k的数据 但是虽然是说取4k 但是它会碰到结尾符 换行符 它就会结束 好 我们把这个buff输出来 然后读完之后 我们就关闭这个打开的文件指针 好 我们运行这个函数 这个fuf这个函数 它是判断这个文件指针 有没有结束 好 我们这个fget获取完数据之后 文件指针会下移 然后最后是关闭我们这个文件指针 最后我们打这个文件 我们把它关闭 好 我们现在运行这个脚本 它会把1.php的文内容展示出来 好 我们执行 看 这就是我们1.php的内容 是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fget函数 以及我们平常读取大文件的时候 就是这样 按行读取 然后一行一行判断 好 我们刚才有说到 这个 这个fget函数 读取完一行之后 这个文件指针会往下移 那么我们接收到移动文件指针的这个函数 有这么几个 第一个叫做ftel 它里面传一个参数 叫做文件指针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它会返回文件指针当前的位置 好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fseq 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是文件指针 一个是 位置 它还有一个可选的参数 好 它会将文 这个移动 我们的这个文件指针 到对应的这个 这个offset参数指针的这个位置 参数 它 我刚才说到 它还有一个参数 这是 这个可选参数 这个参数 它有这么几个 指 一个是叫做 seq 一个是 seq end 还有一个叫做seq set 这几个参数 我们不常用 但是我们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这个第一个参数的作用 它是在当前位置 加上第二个参数 提供的这个字节 这个end 它是 uf 加上这个 这个指针数的这个字节 好 第三个参数 是在这个offset这个地方 与无此参数 效果相同 成功返回0 失败返回负义 所以我们这三个参数 基本上不常用 像刚才这个 我们有个办法 看 我们这个 它不是读文件吗 读一行 它的指针往下移一行 对吧 那我们现在就输出来 我们输出来当前的文件指针 对吧 然后我做个换行胡 好 我运行 你看 这个文件指针的位置输出来 是吧 然后 再有一次 我在这里做个变量 我做什么事情 我没读一行 我又把指针返回0 再继续循环 又返回0 再继续循环 我循环两次 好吧 首先我i 加加 然后 我当 这个 if i 小于2的时候 应该是 加加的话 1 2 应该是3 那么 我就做f sick 按 0 我把文件指针 移到0 位置 又移到文件的开头 那么 它的前面 这个d行 它会多输出几遍 好 我们执行 你看 最后它还是输出来了 是吧 我们找到0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在这里 我们输出了好几遍 对吧 本来 它就要输出一遍 然后我们循环了两次 所以它多输出了两遍 这就是我们这个fsick函数 好 还有我们 一个函数 这是 U1的 这个函数 它是移动到文件开花 这个不是 用的不是太多 有些地方可能要用一下 好 还有一个防止用 多用户同时访问同一个文件 造成这个文件混乱 就是我可能又拿一些文件来当做锁 就是我在操作 你就不能操作 对吧 那么我们php中就引入了这个文件锁几时 我们的这个flog函数 它的作用就是用来锁定这个文件操作 它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这个文件指针 第二个参数 它是这个锁定操作的这个模式 有这么几个几种 一个是lock sh 它是共享锁定 读取内容时使用 然后第二个参数 第二种是ex 它是独占锁定 写入的时候使用 然后再一个就是释放锁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文件图 刚才我们还有一个 没有写 就是文件写 对吧 就是flog 然后文件指针 内容 就写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当然我们这个打开文件的方式 这上用可写的 是吧 好 这是我们的文件的写的操作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判断这个文件 是可可读 是否可写 以及我们要授权 改变这个文件所对的用户组 对吧 好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 KGP用 提供了两个函数 来判断这个文件 是否可读 是否可写 第一个是否可读 叫做一次readable 是否可读 可读的话 它会返回true 然后第二个是一次readable 可写 可写的话 它会返回这个true 如果文件存在 并且可写 它才反回 如果不存在 它会返回true 好 我们举个例子 打了3.pp 加入 我写了这个file name 叫做test.txt 这个文件在我当前 母组是不存在的 对吧 那我看它 一次readable file name 我写个readable else no 我作为一个不存在的文件 它应该是返回no 好 我们写 自行 你看 no 因为我当前目录 根本就没有cast的lpxt 对吧 好 readable的话 我们同样举个例子 你就还是拿这个 拿这个文件 这个不存在的文件 好 我们看它输出了几个no 做行 两个 因为这个文件不存在 是吧 好 换一个 1.php 这个文件是存在的 那我这里改成 meable 是吧 它是可读的 我执行 你看 第一个 因为文件不存在 返回no 第二个 文件存在 并且可读 就返回readable 好 这是我们这个判断 可读可写的 这两个算数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函数 有点意思的 改变文件的所有者 但是 就跟我们的Linux命令 很类似 它接受两个算数 第一个 是这个文件名对应的 这个路径 第二个 是我们这个用户 也就是说 它尝试将这个文件 发言内的所有者 改为这个user 对应的这个用户 或者是这个用户ID 也可以 但是这个函数 只能是超级用户 才可以改变文件的所有者 例如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把上面的注点 好吧 我们的这个文件 是1.php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的文件所有者 看 是我 对吧 好 我们改一下 我们看是否能成功 之后 fire 然后我们给root 好 我们执行 它不行 没有权限 那我们现在这么执行 加个速度 php 3.php 对吧 好 我输入我的机器密码 然后再来看这个1.php 它的所有者是谁 好吧 发现没有 它由我个人账号变成了root账号 对吧 我刚才运行成功了 好 还有第二个函数 改变 这个也跟我们linics mini一样 对吧 它是改变这个文件的模式 它跟上面的这个函数一样的 接受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发现链 对应的这个路径 第二个是这个模式 它尝试上这个发现链 所指定的文件的模式改 为这个model对应的 也就是说 这个文件本来不可写 不可执行 我把它授权为可写 可执行 就跟linics mini类似 好 第三个函数 是改变我们这个文件对应的 这个所属的组 那它的参数跟上面一样 只是把这个user改成group 这个我就不再举例了 好吧 好 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文件操作 我们列取了这么多 这个有待大家自己一一消化 我们接下来看我们这个目录函数库 目录函数 我们首先要判断 给定的这个路径 是不是个目录 那我们就一次掉压 它是判断给定文件名 是否是一个目录 如果文件名存在 并且是个目录 就返回处 否则它会返回false 好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来个4.php 好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1.php 试一下 一次掉压 它是个文件 对吧 那它肯定会返回forse 它不是个目录 好 它是返回forse 好的 然后第二个 会返当前目录传进去 看它是不是个目录 它应该会返回处 好 第二个返回处 好 然后紧接着我来一个不存在的 对吧 unknown 那么它肯定会返回 一个forse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sdir函数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函数 叫做makedir 这个是我们用来新创建目录 它 有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这个pass路径 第二个是它的模式 也就是这个目录是可读 可写 还是可执行 对吧 它成功时返回处 失败时返回forse 例如 我们建个目录 我们先把这个除掉 来 我们makedir 在当下目录下面 接个test目录 好吧 然后我们是0700 这个权限 我们先看一下 当前目录 我只有4个php文件 对吧 那么我现在执行我们4点php 然后我看一下 发现新建了一个目录 对吧 你看 它是目录类型的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makedir 还是个函数 然后 那我们的文件可以读 可以打开 那我们的目录 其实也是可以读 可以打开的 好 我们看一个 叫做它打开目录的 这个函数就是opendir 但是打开目录的巨饼 反 可 这个打开之后 可以在后面关闭 或者是读 然后读的话 我们就是readdir 它是从目录剧品中读出来这个条目 返回目录中下一个文件的文件名 文件名以文件系统中的排序返回 我们来举个例子 假如我刚才创写了这个test对吧 我们在这个里面 test1.txt 好 我们test1 然后我们再建几个 好吧 我们就hello.php 然后叫做 bidoo.html 那我们现在有三个文件 我们再建设目录 叫做 哈哈 好 我们列一下三个文件一个目录 对吧 那我们来一个实例 好吧 好 我们把之前的住掉 然后这里开始 那我们现在来来打开一个目录 同样的 我们也一个目录指针 对吧 打开我们的dir 叫做当前目前的test目录 打开成功的话 返回这个指针 没问题 然后 我们就输出来这个 我们看里面有哪些文件 对吧 那个fires 我们做个便利 这便利呢 就是 我如果能读到这个目录 来 我就读取这个目录 它能返回文件 也就是它 不是force 那我就把这个文件 这个输出来 好 搞个换换糊 读 读完之后 我们就要关闭 就跟操作这个文件一样 我们打开之后也要关闭 对吧 目录也是一样的 打开之后 我们也要关闭 好 我们执行 看 我们列出来了 但是它有几个 一个点 表示当前目录 两个点 表示之前的复录镜 然后再是当前目录下面的这几个文件 以及目录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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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